如果你是還沒有訂閱一支安遠YouTube頻道人呢? 記得按下訂閱喔!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大家好!今天又是素顏的狀態了! 今天這支影片相信應該是蠻多女生都會非常期待的 就是如何吸引男生們的目光 今天不是要傳授給大家什麼語錄啊秘笈什麼之類的 今天是要來告訴大家 男生到底最喜歡的女生的樣貌 不管是妝感或是穿搭到底是什麼樣的呢? 這支影片都會來告訴大家 那其實我在拍這支影片之前 我就先問過身邊的一票男生朋友們 我就問他們說 日系、韓系跟歐美系你們最喜歡自己喜歡的女生 甚至是自己的女朋友 搭配上怎麼樣類型的穿搭風格 甚至是妝感是你們最喜歡的 我說百分之百的話我覺得有點太嚴重 不過呢 9成以上大家都是跟我回覆 日系 欸!這對於我一個就是蠻喜歡韓系風格的人來說 我就覺得天啊!完全就是被身邊的男生給打槍 我就問他們說 欸那難道韓系你們不喜歡嗎?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 他們覺得韓系感覺比較俐落一點 好像比較難清淨 可是日系感覺有一種比較柔一點 溫柔小可愛的那種Fu 所以他們覺得說日系還是騙男生們比較喜歡的 那我有問男生說 那拿歐美派不行嗎? 那一票男生他們也是跟我說 他們覺得歐美派更難駕馭 感覺就是你知道很像女強人的感覺 所以呢 我覺得每一種派別都有人喜歡 如果你今天你身旁的男生 他是比較喜歡到日系萌昧感的話 那這一支影片一定要繼續看下去 因為呢今天阿遠會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日系萌昧感的妝容之外呢 另外也會搭配待會我去買的三套日系穿搭 那其實呢我在我的影片裡頭真的很少 我幾乎只有上一次跟Meg拍影片的時候 把他幫我搭配一種日系穿搭樣之外 我自己應該沒有在影片裡頭分享 那剛好呢最近我身旁蠻多朋友都跟我說 我的穿搭好像就是 沒有在像以前一樣 就是完全就是OLIFOR 韓系而已 就是最近也會搭配一些比較日系的穿搭 再加上因為我最近就是其實會去買一些比較日系的衣服 所以我覺得 今天這一支影片呢可以隨便跟你們分享一下 阿遠喜歡的日系衣服呢 留哪一些款式 其實呢並沒有大家想像中呢 就是那麼的LADY那麼的可愛 其實呢我也是比較喜歡偏俐落一點的衣服 那今天這一支影片呢都會跟大家分享 大家不要看我現在感覺好像很醜的樣子 因為我現在呢要去挑衣服 因為今天在樓下其實有很多到 比較偏日系一點的衣服 然後呢我要在裡頭挑選一些可能比較符合 碎花啊就是比較LADY一點的衣服 所以呢就跟著我進去吧 Let's go 大家 都買完兩代了 然後呢我們現在呢要回去做穿搭 當然在穿搭之前呢我們一定要先化好 我們臉上的妝容 但是因為我現在呢是整個很像阿上的感覺 就是回去之後呢我會改變自己的髮型 然後還有我的妝感 然後再搭配這一次跟大家分享的三款 日系穿搭 見回我家吧 掰掰 各位回來了 接下來呢就是妝容的部分了 剛才呢我已經先做完了妝前保養了 接下來呢就是底妝的部分了 那這一次呢是Sophina提供給我他們家的底妝產品 要來呢完成這一次的日系感磨媚妝 對那這兩個東西呢是我這一次會跟大家分享的 相信這個大家應該是完全不陌生吧 甚至是每個人應該都知道的 這是Sophina他們家的王牌式滴乳 它的全名叫做樣解控油刺繡妝前隔離乳 那另外一個呢是他們家的這個 這是新推出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它的外觀是碎花 這個呢是Sophina他們家的粉戀花樣限定粉盒 我使用的是01號 那待會呢就會用他們家的這兩樣產品呢 來上我的底妝部分 試滴乳你可以擠在手上 那你可以直接擠在臉上 但是因為我今年開始的習慣是習慣這樣子 擠在臉上 我覺得Sophina他們家的這一瓶試滴乳 它是完完全全可以用手推滅 不用擔心說它會打粉啊 然後或者是感覺好像推不暈之類的 然後韌系妝感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就是呢要又薄又透又亮 所以呢它會製造出一種比較偏向 軟素顏的感覺 那我後來發現其實呢 女生稍微上一點試滴乳啊 然後你不要把妝化得太濃的話 男生真的會以為你是沒有化妝欸 他就會覺得說 哇我喜歡的這個女生 它為本身她的皮膚就這麼的好 所以呢我覺得 男生Sophina是比較喜歡女生的妝感 看起來是越淡越好的 原來我很常聽到很多男生會說 他們喜歡女生的妝感不要太濃 我覺得歐美不用說 因為我覺得歐美的妝感真的就會比較明顯 他們不管是眼影啊 或是他們的底妝產品 其實顏色都會比較飽和一點 就是會整個妝感會非常的明顯 那韓系的妝感我覺得就比較偏白 就是它的底妝通常都白很多階 可是日系的話呢 通常它就是非常的薄 然後非常的清透的感覺 這是我身邊就是很多男生給我的一個結論 所以呢我覺得大家 如果你真的很想很想讓你喜歡的男生 就是多看你眼的話 我覺得這一次的這一系列的妝容分享 還有串搭分享 就是你們一定要看 我覺得不要說百分之百 因為百分之百有點太浮誇 但我覺得至少說到五成以上 他們是會喜歡這樣子妝感的 好稍微給大家看一下這一次呢 使用樣傑的控油齒笑妝前隔離主 上完妝之後的樣子 就是非常的薄透亮對不對 上捷控油齒笑妝前隔離乳呢 這一款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 它是手心拿的王牌妝前乳 指定的是比較水感好推的 大家可以就是看我在手上推的那個過程 非常的好推 而且呢它可以幫助控油長效持妝 而且完全不用擔心呢 就是底妝會有吐石油的情況發生 重點是還可以提亮膚色 那看我現在這樣子呢 完妝之後的樣子 它其實呢 潤色效果非常的好 那再上一點蜜粉或是粉餅 其實就可以直接出門了 那剛好搭配現在的口罩妝容 非常的夯 也不用擔心說會有沾臉的問題 好那我現在呢 要進行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了 就是呢 我們要來定妝 那定妝要使用的就是他們這一次推出的這個 粉戀花樣限定粉盒 Sophina他們家的這個粉餅其實我已經用過 所以就是我完全是可以知道它就是非常控油的 然後呢 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 你在使用粉餅配粉撲的時候 千萬不要這樣塗 我覺得呢 你如果真的真的很擔心卡粉的話 我覺得你用拍的 那如果你是比較老手的人 你當然就是可以像我剛才一樣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壓的話呢 我覺得它的力道非常的重要 新手的話呢 我建議你盡量用拍的 因為其實主要只是要做定妝而已 不然你知道台灣天氣 如果你沒有定妝的話 真的會超油的 你知道我在韓國就是 其實是可以完全不需要使用粉餅定妝 但是在台灣一定要 因為台灣天氣真的還是偏比較濕一點 所以如果你沒有定妝的話 你的臉看起來真的會很油很油的感覺 而且你只要走到外面稍微流個汗的話 我跟你講 沒有定妝真的會非常的可怕 因為我知道我有蠻多的粉絲都是學生 所以我想要跟學生說 如果你是剛學習化妝的人 你使用勢底乳或使用粉底液之後 你一定要用粉餅或者是蜜粉 不然的話真的會很可怕 那我覺得Sophina他們家的勢底乳 基本上是非常清透的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說 我是不是粉餅我要打很厚 是完全不需要 因為它只要稍微這樣輕輕拍打完之後 它基本上就定妝了 它沒有像粉底液一樣 就是比較偏滋潤一點 因為Sophina他們家 是比較偏清爽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它會太油膩什麼的 大家看一下 哇 粉戀花樣的限定粉盒 搭配他們家的 輕妝奇蹟長效粉餅 那這款粉餅其實我之前就已經用過了 它真的是可以一路包透亮到晚上 同時它也有修飾隱形毛孔的功能 所以如果擔心毛孔可能就是稍微大一點的女生們 其實這一款它是可以完全修飾 而且它也可以遮住臉上的一些小瑕疵 這一次推出的是限定的包裝 是以珊瑚粉菊作為主色調 對於一些比較喜歡收集碎花偏好的圓仔們 我覺得非常的適合 加上其實每年的秋冬必備的就是碎花 那這一款它是刺繡碎花款 跟其他的碎花又不太一樣喔 完全是非常值得珍藏的 那從外觀的包裝就可以看得出 這一次的限定包裝會非常的用心 它集結了今年最流行的元素之外 還有女生們一定會非常瘋狂的碎花 相信所有女生看到一定會非常的喜歡 而且它的本體真的超可愛 大家真的是可以去藥妝店 去Sophina的會上真的是被爆燒一波 而且其實它這一款 輕妝奇蹟長效粉餅 如果你有使用過的人 你一定會知道 它的粉體其實跟其他開架式的那個粉餅粉體 其實不太一樣 它是屬於那種非常細緻、有質感的 所以它上完妝之後 不會讓你妝感感覺非常的重 那對於一些膚色比較不均 或是毛孔需要修飾的人 我覺得也是蠻有效的 那上完妝之後呢 它會呈現出一種自然透亮的妝感 我通常會把這個粉餅帶在身上 以備不時之需 那這一款粉盒拿出來補妝 我覺得一定可以吸引到很多人的目光 先稍微呢 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的眼妝的部分 那我眼妝其實現在呢 是未完成的狀態 不過呢我剛才就是先用了亮粉 就是比較偏亮一點的眼影膏 先打底 因為我覺得現在鏡頭顏色看起來好像比較偏橘 可是呢我時尚的眼影呢 是比較偏粉嫩色調的 那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它的妝感不要到那麼濃 然後它可能也不要到那麼的銳利 因為你看像歐美或像韓系妝感的話 它會感覺比較銳一點 可是日系呢它必須要有一種就是比較萌媚的感覺 所以呢我的妝感就沒有打得非常的厚 然後因為我的眉毛本身顏色比較偏濃一點 所以我剛才呢一樣有用染眉膏先刷過了一次 眼妝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不要到太濃密 然後呢下眼瞼的地方我上了一些亮粉 因為我覺得日系萌媚的眼睛其實都非常的大顆 我為了要讓眼睛的這一塊妝感視覺好像比較放大一點 所以呢我下面有上亮粉的部分 給你們稍微看一下 對但是我的亮粉也不是那種就是你知道 完全沿著我的眼睛的這個形狀這樣子上 我就是稍微打亮在中間的部分而已 那我接下來呢我要來上我的眼線的部分 那眼線的部分呢我就盡量不要勾得那麼的明顯 因為我其實平常的妝感比較偏寒溪一點 我就會勾得很明顯 那日系我覺得就不需要 稍微眼睛有神一點就好了 差不多這樣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日系其實就不需要太打什麼陰影啊 或者是打亮什麼 我覺得都還好 因為它要盡量讓我的底妝看起來是比較薄透亮的 那我用這個比較粉嫩色調的腮紅 就這樣子 這樣就好了不要再多了 因為其實蠻多日系女生他們其實是會貼假睫毛的 但是因為我本身是不太貼的人 因為我貼會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我覺得睫毛的部分我覺得可以刷稍微濃一點是沒有關係的 這樣子 好然後呢再來就是我的唇妝的部分 跟你們分享我最近就是上唇妝的方式我會準備一支這種刷具 刷我的唇膏刷完之後然後上色 我現在的素唇是這樣子 然後我待會上完之後 非常的薄 你們看下面顏色上面顏色有落差吧 因為我自己本身其實我也很喜歡唇膏 但是我會覺得唇膏大部分都還是比較偏乾一點 所以我這種就是嘴唇比較劣勢一點的人 我就一定要想盡方法 就是讓我的唇妝上上去之後呢 它是可以完整看起來是好看的 我以前自己一直都覺得我很不適合上這種 就是比較淡色系的唇膏 但我後來發現不是我不適合 是因為我一直用錯方式了 直到我最近真的是學會了這個方法之後 我就發現真的沒有不適合 因為它飽和度夠了 然後就是刷起來比較柔順之後 看起來真的整個人妝感就會非常的完整 跟剛才應該差很多吧 我待會會搭配三款不同的日系穿搭 所以呢千萬不要現在按叉叉等我一下 完成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今天完成的日系萌昧妝感 然後呢我剛才已經去戴上了隱形眼鏡了 那我的隱形眼鏡呢 帶的直徑沒有到非常的大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接下來呢我就要去換上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日系穿搭 第一套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除了上半身這一件上衣 它不是日系品牌之外呢 剩下的外套以及裙子 都是在日系品牌店裡面購買的 那今年呢非常的流行 皮革外套的牛奶色系 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買皮革外套的話呢 可以盡量選淡色系的 就不一定要選黑色的了 那再配上呢每年冬天都必備大地色系的 碎花裙還有造型非常日系的長襪 以及配上愛麗莎莎這一次聯名的馬甄莉鞋 第一套就完成啦 再來呢第二套我自己個人很喜歡 One Piece的洋裝 除了可以不用構想 對於懶人來說非常的輕鬆方便之外呢 這一款碎花的材質它非常的舒服 那碎花呢也不會因為它的花朵太大顆而鮮老 再加上呢寬領真的非常的修飾上尾的身形 非常的適合約會穿搭 那最後第三套是最近開始呢 我會看一些日雜 那發現領巾真的是必備 很多人可能會擔心說 領巾會不會不太適合台灣天氣啊 它會太熱或者是不適合會顯太成熟 但是呢我看到很多日系的萌妹 他們都會選擇呢 穿上襯衫然後配上零巾 非常的氣質可愛 然後再配上秋冬很流行的大地色系的長裙 全身都是大地色系的 我真的覺得呢冬天這個色系 就是完全是個不敗色款 推薦給大家 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讓男生呢一眼看到呢 就會立刻戀愛的日系萌妹妝感 然後還有搭配我這一次跟大家分享的三套穿搭 不曉得你最喜歡哪一套呢 那當然呢最後還是要來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我剛才這樣子冰荒馬亂 就是一直無限的在奔波當中呢 我的妝感到底有沒有掉妝脫妝等等的問題 雖然現在還沒有八小時 不過呢還是稍微給你們記錄一下 這過程中的妝感到底有沒有落差 真的沒有 而且我跟你講喔 外面在下毛毛陰 可是現在妝感還是一樣 剛才沒有陰或是被雨滴到的 妝感就不服貼 或者是有點吐石流的情況完全沒有 太好了太好了 我非常的害怕 我每次在做這種實測的時候 我都會很擔心怎麼辦 假如如果真的今天就鞠掉了 那這樣子我應該要怎麼交代比較好 幸好完全沒有非常的給力 影片一開始跟大家分享了Sophina的這兩樣產品 分別是樣傑控油慈效妝前割離乳 還有這個粉麵花樣限定粉殼 然後裡頭的青妝奇奇長效粉餅 這兩樣東西呢 就是打造出我今天呢 這個非常又輕又薄又透的日系萌昧的妝感 因為其實蠻多女生應該沒事的 會想去逛一下藥妝店 那Sophina對你們來說應該也不陌生 如果呢你今天呢是剛學會化妝 或者是剛在學習化妝的人的話 我覺得Sophina是個非常值得入手的一款品牌 所以推薦給你們 最後偷偷的告訴大家 現在呢只要到藥妝店去購買它這個粉盒 還有裡頭的這個粉蕊的話呢 它現在的優惠組合價是499 我覺得非常的親民 就是這樣子一整合只要499 推薦給所有的學生員仔們 還有小自助員仔們 非常的優惠 大家趕快去搶一波 那就是這樣子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這支影片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這支影片點個喜歡 然後記得follow我的YouTube頻道 還有我的Instagram 那別忘記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吧 那如果你們有任何想要看的影片呢 都歡迎在留言板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安妞